在南岛市的路口最近掛到一名堪班 店頭有大大一例像是美人的位 去美洲民眾的討論 有的人覺得很有創意 有的人覺得不是很好 既然整個訪問堪班民町的主角 他表示在南岛生活30年 感覺都沒有什麼改變 現在可以為國鄉南岛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堪班民町有一個大大紅色的字 裡面還有寫著一些傳統印象中 比較沒那麼正常的事 不過率先說去陰中沒做鄉親的主意 因為通常老一輩會覺得說 就是可能這個字是沒水準 對 那如果他通常把這個字做成那麼鮮嚴的 就是可能想要不要往一個新奇的那個想法去 會好奇他這個人就是出來選的話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原因這樣子 就是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是黑道嗎 不是 因為他的看板的底又是黑色的 但是知道他是刺青獅就是 之後比較不會往那個方向去 感覺比較不好啦 不雅關那個幹字 但是喔 如果是年輕人來做一個改變 為地方來做改變喔 這個幹字是應該是可以用在這個能幹上面 記者請問訪問這塊牌棒裡面的主角 原來他是今年三十幾歲 在國來過幾個場比賽 拿過種的恰吉賽夫連有錢 為什麼會知道這塊牌棒他這樣回答 會用這個日子就是齁 很多人的鄉親 不然就年輕人都幹在心裡啦 齁 啊 沒有辦法怎麼表達 沒關係 我們帶他們來表達 我在南島做生理齁 也做了差不多十幾年了 然後我旁邊都是一些好朋友 都是王鋒 我們如果南島有房子 或是有中高的家庭 我都會去邀請到這些朋友 因為他們的人氣 帶動到我們南島 還有那麼多的公共人 人進來這樣 會想要把房子更大 第二是因為齁 我自己本身是阿嬤子大 知道這些弱勢家庭 都需要什麼 我們會想要為他們來發聲 啊 第三就是因為我們南島有很多農產品 啊 我們本地我們本身就在做直播 很多朋友也都是有這個直播平台 啊 我們如果這裡不賣的 有辦法來幫他們協助說 啊 這個網路平台這樣 跟一般的選舉牌棒閉起來 這個牌棒的內容 雖然最多有重擊心 讓人只看到印象很親 不過要得到鄉親的支持 參選前也是要的國平本書 拿出選民進黨的政見儀館 也要是真的願意做事的人 在這裡是彩虹波兜